看一下第四名 接下來就是要第二名跟秘密 3、2、1 Benkey這個1萬塊獎金分大家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因為Benkey他一開始的回饋率很差 所以大家都不喜歡刷 所以他們也為了要怕防止這種事情大聲 就是刷卡回饋低 刷卡回饋率低 然後大家都不願意刷卡 他的量衝不起來 所以他就綁了這個所謂的1萬塊的刷卡獎金 那他的活動就是連續四個月 應該是11月、12月、1月、2月 到4月30號吧 所以3、4月份應該還會有 那現在我們3月份應該是要公佈2月份的部分 然後他現在還沒公佈錯 我比較容易中獎 但我上個月刷比較少 上個月只有刷6000多 所以要回饋給大家 6000除以200 就一個人再多拿多少 30塊錢 沒辦法 因為我糾團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我拿到獎金就越來越少 好沒有關係 但是我3月份這個月我已經刷1萬多了 所以如果我3月份有中獎的話 每個人就是1萬塊除以幾乎300人 每個人還是拿33塊 就有點少 沒辦法因為人太多了 但是他這個很有趣 就是我的玩法一樣也是說 假如說我真的中獎 就是多虧了大家 然後我就一樣把回饋分享給大家 其實這個1萬塊對我來說 其實真的也是還好 所以把它換成現金回饋給大家 就是一個有趣的做法 所以就是 就是將來如果Banky還有這種什麼 揪團大家一起來 就是什麼刷卡 說有的活動 有的沒的活動 這我還是會辦 所以大家就是 你現在有跟上我這一團 就是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活動 就是你可能就符合資格了 對因為我現在就是 主力在幫他們協助推廣這樣子 所以他的很多活動 我都會再辦一個圈自己 這一圈圈有的價碼 所以你們就是只要 常常拿這張卡片出來刷 就一定符合活動規矩 遠銀Banky卡1萬獎金分大家的這個活動 共有22票 他的得到是7% 也就是說 每100個人裡面 有7個人覺得這個遠銀Banky的活動 是他覺得最大方 印象最深刻最好的人捐活動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 這個人數少可以分1萬人 對啦 我當初活動就是只有100多人的時候 一個人可以分到100塊 但我現在這團越來越大 全台最大團 就是大家分到的獎金就越來越少 所以這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當我這團越來越大的話 如果說 比如說我要抽個 比如說10張電影票 那比如說是 300人一起抽好了 那就大家的重獎機率就變低 這就是有點困難 當然我也可以玩另外一個玩法 就比如說 越後半成員 就是可以有兩倍的重獎機率 那這樣抽的話就更好玩 糾團是一個很特別的模式 很像直銷經營的模式 但是有規定很排斥 所以我曾經講過 2019年就是很多銀行都在玩這種 所有的糾團活動 就是一樣的道理 他們不想要靠自己銀行本身的業務員 或是信用卡推廣人員來做推廣 他就靠他的廣大卡員來幫忙做推廣就好了 對 因為如果你要跟陌生人 你要說服陌生人辦卡 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呢 你如果說服你的親友來辦卡 其實反而是比較簡單一件事情 因為你的親友好友比較相信你 所以你跟他講什麼 他們是比較願意去辦卡 這個就是我們跟陌生人推廣 跟自己的親友推廣的差異的地方 所以他這個銀行活動 其實不是for我們這種KOL來參加 而是for我們一般的社會的廣大的市民小眾 然後來分享給自己的親友來辦卡 就只是這麼簡單 只是說 有一些銀行他設計的這個MGEN活動 會讓我們這台KOL有機可乘可以 用我們的影響力 用我們的平台 然後去找對方來參加活動 其實就是這樣 對 好來再來講 寶大的一萬元獎金分大家太給力了 雖然我還沒有辦Banky卡 這兩個月辦太多卡 這張卡可能辦不過 所以已經過了半年了 請問一下這位就是匿名的 他已經辦了嗎 你如果您已經辦了 你是不是可以私訊給我一下 好不好 那我就送你一杯咖啡 好 因為這真的是太佛心了 就是還特別這樣寫 看了就是非常的感動 對 但是我要回去查說 這個到底是誰寫的 有趣 因為有獎金蠻多 可以分 有獎金可以分享 新型的數位銀行有趣的糾團形式 所以其實大家 其實想一想就知道就是 你有西歸為老兵 你就是跟到大團 其實就有很多優惠相關 尤其是大家 你會發現說 其實永鋒的M圈活動 我真的一杯咖啡都沒有送出去 但是光是Banky的活動 我就不是要辦了五到六個活動 然後就一直送錢 一直送電影票 這個很誇張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個 這個力道 我自己本身的那個 對產品的喜愛程度的 這個 輸出的力道是有差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如果現在主力 寶可夢主力在這邊 你真的辦一張卡路由來參加活動的話 你真的可以拿到很多 這是無庸置疑的 包括就是 一定要跟大家再宣傳一下 就是我們三月部分 也有我個人推出來 所謂的加碼的觸刷活動 最高可以拿到10% 對 就是你只要刷買5000塊錢 那你只要在3月31號 臨場來做登錄 好 前兩個吧 應該是前兩個 你就可以拿到500塊的回饋 如果是一般成員 就是送你500塊現金 立馬就是10% 這有沒有很厲害 好 如果你是一般成員的話 那我就是送你500塊的小器商品券 這個也不錯 你也可以把它拿來搭配 我們這個同一式聯名卡 然後買很多咖啡器杯 你就拿到一堆的 Openport點數 這也是很好的做法 反正都是免費的 所以 我個人覺得說 如果您現在有Banky卡的話 一定要好好把握3月份 這個 觸刷活動 趕快先就一個人家裡這一團 然後盡量去刷卡 用這張卡當你的主力卡 你就可以拿到各月可以 超佛心的 重點還要跟大家分獎金 朋友很推薦 然後有人寫到說 剛剛朋友推薦要跟一團 所以其實也是有不少親友 會把我的文章拿出去給其他人 你就跟寶可夢這一團 也是一樣的做法 就是說 如果你有做出口碑 其實你們大家都會幫我 主動做推銷 或者是做分享 我覺得這都是很不錯的做法 就是說網路就是這麼厲害 那有人寫到說 同學推薦要參加 所以也就是說 其實也有不少是我們學生族群 然後就看到寶可夢文章 然後後來就是把我的文章分享給他的 同學 大學同學 然後叫他們來跟我分享 這也是OK的 因為這些人遲早都會畢業 最後都會成為社會新鮮人 他們有工作之後 就可以辦更多信用卡 那他們也會繼續留在我這邊 就是一樣的做法 所以 我這不是大短線 我走的是長線 就是希望能夠跟大家 建立一個長久的經營關係 所以我才會設立所謂的 包括夢文章指數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 您不會衡量您之前參與過的任何的活動 如果您是越來越激情主動參加我這一團 那我給你的回饋一定是越高 這個是只要是又完成你的 謝謝